作为Master Admin和Sub Admin 你可以在平台上开设新账户 进入用户账户维护页面 你可以查看现有账户列表 向右卷动账户列表 点击查看长程 你可以查看和编辑账户长程 点击编辑更改账户资料 点击删除用户账号删除账号 如果你已经启用多重身份验证 点击重置可以重置设定 点击新增用户群组 将账号添加到新群组 你可以在右上角搜寻栏 搜寻群组 选取想添加的群组后 点击确认及新增 点击套容变更、储存 点击新增用户开设新账号 你将会导向到新增用户表格 以下是各账号类型可开设的账号 填好所需资料 标有声号的栏位 是必须填栏位 之后点击新增至用户群组 将新账号新增到用户群组 来控制账号的存取权 点击确认及新增、储存 检查正确无误之后 点击确认及新增、储存 如果未收到新账号的启动电邮 回去用户帐号详细资料 点击编辑 你可以点击重新发送 再一次发送启动电邮 你也可以透过导入Excel表格 一次过开设多个新账号 首先,点击下载范本 系统会自动下载一个Excel档案 打开Excel档案 输入新账号资料 必填栏位 请依照以下格式输入 点击导入 上传填好的Excel档案 成功上传之后 平台会自动开设新账号